第28题,28、29题是提主 小羊将甲乙丙定四种位置元素分为金属与非金属元素 经由实验检测各元素的特性 得到以下的实验结果 请回答28、29题 第28题是问 由以上结果,小羊应该将哪些元素分类为金属元素 我们晓得金属元素是可以导电的 那么甲乙丙都可以导电 金属元素有金属光泽,有延展性,敲击的时候不容易碎裂 而石墨是唯一可导电的非金属元素 那么它是黑色的 那么它没有延展性,敲击的时候容易碎裂 它也没有光泽 所以我们看出来我们的乙应该是所谓的石墨 它是不对的 它不是我们的金属元素 所以我们28题里面问我们金属元素只有我们的甲跟饼 所以第28题问我们说 小羊应该将哪些元素分类为金属元素 我们答案选的是B甲饼